主席 毛委员好 主委你好 我想就 我们在就业保险法里面 我们可能在98年的时候 有部分条文做了一些修正 那针对延长失业给付期间的一些认定的标准 我想要请教主委 像我们这样的执行状况 就是我们修法以后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延长这样的给付的标准 是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98年5月1号的时候修改我们的就业保险法 那么放宽了两个措施 第一个就是说 对中高龄跟身心障碍者 本来的失业给付期间是六个月 我们已经延长到九个月 那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为了对劳工朋友的照顾 不只照顾他的个人 还照顾他的家庭 所以失业给付的金额的部分本来是六成 只要他多抚养一个人可以多10% 最多可以到八成 那这是最大的改变 那主要是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公告延长失业给付 可以延长到九个月 是 什么样的标准 是 刚刚委员垂询的是 除了中高龄跟身心障碍者 我们有两个 对对有两个条件嘛 第一个就是像我们主济机关发布的 失业率连续四个月未降低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旧保失业率要连续四个月达到百分之三点三以上 那这个是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以后才可以延长 还是其中一项就可以 两项并存 两项并存 那如果说像失业率连续四个月未降低 就主委您的 就你知道的一个状况 他我们我们台湾的这个失业率连续四个月未降低的情况 有有没有存在过 是 更根文报告就说连续四个月没有 像我们在金融海啸的期间 其实他失业率跟其他世界各国一样 就说其实每个月都在上升 那的确是有达到连续四个月都没有降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金融海啸的那个期间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他可能只有一段时间 可是就另外一个救保失业率的部分 救保失业率我们上面这里有一些数据 我们从九十二年开始一直到 一直到我们现有的资料九十九年七月份为止 其实在九二一直到我们金融海啸发生的那一段期间 其实我们的救保失业率大概都零点几而已 然后到了九十八年六月份才有一个数据二点三五 可是我们定定的那个拟定的办法就是说如果要延长我们的呃 失业状况符合可以延长到九个月的情况 其实我们的救保失业率要达到而且连续四个月哦 要达到三点三点三 我想要请教主委这样的标准会不会太高 因为金融海啸其实百年难得一见 那我们台湾也遭受很大很大的影响 可是在金融海啸最高的时候 其实也才达到二点三五而已 可是我们定的标准是三点三 那这一个修正的那我们我们立法院好不容易通通通过这个法 希望可以来保障劳工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呃 在他的生活安全生活上可以有一个确保的一个条件 可是我们在呃我们主管机关却定定这么高的标准 会不会只是看得到然后大家吃不到 我知道委员非常关心老公的权益 那特别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呃全面要延长到九个月 全面要延长到一年我刚报告过说 中高领跟身心障碍者事实上本来就已经到九个月了 所以如果启动这个机制 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年轻族群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我们年轻族群的部分 那么呃我们目前参考的制度 像日本是救保失业率的4% 然后韩国是救保失业率的3% 那我们3.3啊基本上是 呃介于日本跟韩国之间 那如果是在97年12月的金融海啸那个期间啊 97年12月到98年4月 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失业给付的认定的件数都超过2万件 平均每个月大概是2万8千件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政府没有释出这些 促进就业的措施的话 那时候的失业的情况持续恶化的话 其实主委我想要提出来讨论探讨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拟定这样的办法 其实就是希望如果在紧急状况 因为呃在一波的金融海啸 我想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既然我们要拟定这样的办法 一定要在于它可以执行 因为法律它其实它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它要可行 不然其实我们不用定这个法 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都才只有2.35 因为日本它的它虽然是4 然后韩国是3 可是他们的失业率 其实他们的失业率都比我们还低 因为我们到5.8 我们定3.3 其实我们的标准是差很多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是 希望可以再重新再审慎的再考量 因为刚刚提到中老年人 他们的呃就是他们可以延长到9个月 其实中老年人 事实上他们负担家记 家庭的整体的经济 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反而是年轻的族群 他一旦上市工作权的时候 可能在这一段期间 整个家庭甚至社会 都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考量到我们本身的财 财政状况 不过我希望这一条 因为其实我们看起来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执行 就是说其实根本是达不到 那其实如果达不到不然我们就不要定 那既然我们定了 我们希望他是可以一个合乎 比较常态性的 有可能可以真的照顾到需要的人 我们才定定这样的办法 所以这一部分可能要请主委 就这一部分我们再重新 是不是可以再斟酌考量这一部分 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也跟公会团体做过一些沟通跟说明 那么如果这个机制太容易达到 启动的时间点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保费 所有的保费可能就必须考虑要提高保费 因为他是一个保险 他不是国家的公务支出 所以当他很容易被启动的时候 那全部所有劳工朋友的就业保险费的费率 他马上可能就要提高 所以其实是不是要让他容易启动 其实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 没有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定这个法 会修正这个法 主要就是因为当初就是面临金融海啸 我们才会考虑到要这样做 那既然觉得说那是非常必要的时刻 我们都定出来他都只有2.35的时候 我们定到3.3 其实他真的是达不到 我们不是希望他容易启动 可是希望他是真的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达到 我想因为法是一个依据嘛 我们不是说在很容易就消耗掉我们的财政裁员 可是我们希望他是在合理的范围 他真的是可以用上 所以这部分可能要请主委 我们就是就专业的考量上面 针对这一部分 我们再做一次比较慎重的思考 然后继续来来执行这样 那另外我要请教的 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外籍愚工的部分 今天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也提到一件 就是说在可能有被丢包的情况 他也是愚工 那我们在南投县上一次 就是国道六号北山交流道 发生很重大的公安意外 也是有很多偷跑的愚工 那我想就这一部分 可能要再另外一个更深入的探讨 就是说愚工偷跑的情况那么多 在我们的统计资料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渔船总数 有两千一百五十四家 已经开户的只有八十八家 而且这个是已经在我们辅导以后 其实他才就是已经开户的八十八家 那没有雇佣员工的有九十五家 尚未开户的高达一千九百多家 大概将近两千 他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那我们外籍渔工的人数 有将近五千六百名 尚未加薄的 通常没有加薄的将近五千名 我想针对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调查到的数据一定远低于 其实他还存在的那些数据 我想一定有更多人 数据一定比这个高 那我想要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像北山交流道 在这里要请教主委 我们那个公安意外以后 除了检察官介入调查以外 我们劳委会有没有做其他的处置 就这一部分 针对我们违法雇佣外籍劳工的 违法的劳工这部分的雇主 我们劳委会做了什么样的处置 是 跟委员报告就说 基本上他是违法聘雇 所以是违反我们就业府法相关的规定 那已经有雇主出现 那我们也针对那个雇主 已经请地方政府 一定要按照就业府法相关的规定 给他裁罚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刚委员非常关切 因为委员来自南投 非常关切我们国道六号的 北山交流道的事情 那么 这些外籍劳工基本上他是非法的 像今天 报纸灯的 这个丢包的事件 他也是一个非法的外劳 那因为非法外劳 基本上在我们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能够参加劳保的 所以目前我们是依照 整个我们的劳工诉讼 立即辅助专案 那么协助他 联络南投的法律辅助基金会 然后来提供这些外劳相关的一些协助 跟求偿 就国际公约来说 其实他即使是非法逃跑的外劳 我们有很多管理上面的疏失 造成这样的人数一直不断的成长 然后他最大的问题可能他影响的层面可能会更大 就是我们后面提到 因为像刚刚提到的 因为就国道六号这一间工程 其实我们去检查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公安的一些疏失都有被提出来 可是当他们去现场看 因为这些人都是常态在那里工作 照理说在那里看到去查核的时候 也应该知道这个工程用了非常多 比例的外籍劳工 其实他甚至可以多了解是不是合法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连续一年多 我们都没有发现说 这些都是非法的外籍 他们都做了一年多喔 这些人 他们都是非法的劳工 为什么我们没有查核出来 可能这个在我们查核机制上面 我们也要再多留意考量 那这一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院长 主席邀请院长 主席邀请院长 好 那我想就这一部分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劳工的问题以外 更严重的 就是刚刚可能也有委员提到 就是他牵涉到我们公共安全的部分 国道六号 其实他是用一个很特殊的工法 所建造出来 他的那个位他的那个高度非常非常高 像这一次发生公安意外的 他的那个工作高度都达到五十米以上 其实非常非常危险 那我们用了这些外籍 不管他的层层转包 他的流程怎么样 可是我们用了那么多的非法外劳 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然后他做了我们国家的重大工程 他对我们的整体的安全性真的是威胁很大 我们每天我每天通车 每天都要走那一段国道六号 我想对很多用路人 都是一个生命很大的威胁 是不是在这部分可能要请院长 还有老委会这边可能只是相关 请院长指示相关的单位 尤其是交通部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重大的工程 其实跟公安息息相关 人如果错了我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这部分可能要请院长可以特别指示 是 谢谢老委 我现在就可以请老委会 再加紧 我也再一次提醒交通部 对国道六号 这个北山交流道发生的 他是用厂称工作的那个赢架 倒塌的是 这个有非法的外劳 这个往生 一定要查明之后 依法来重罚承包的厂商 因为他至少有工地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你用的是非法的外劳 那不管他转包多少手 原有定约承包的厂商 他要付完全的责任 这点我一定要依法刻意重责 才能杜绝往后再有类似违法的事情发生 谢谢院长 那另外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说 虽然他们是非法的外劳 不过就整个事件上面 其实我们关心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普里 普里级的那位往生的 呃我们台籍的劳工 其他劳工我们很少看得到 即使他们是非法的 我们也希望台湾基于人权 一些就是这样的考量 我们还是应该要好好妥善 他们处理后续 应该也要协助他们 而不是只要 我听说是一百二十万 就把它整个通往处理掉 我想这一部分 我我我没有确切的数据 我希望说 其实台湾要表现出 我们关心人权尊重生命的 这个部分 希望老委会这边也要妥善来处理 从人道上我们会做 适度的处理 好 这个一定的 那另外就是人权立国一定会注意这些外劳的权益 谢谢 那另外就是说 劳动保障卡的部分 其实这在我们 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一些劳工朋友 他可以 在因为新制实施以后 可以用比较简便快速的方法 可以知道他的个人账户里面的一切情况 可是因为目前 我收到的陈情书 就是目前我们的劳动保障卡只有四家银行 就是土地银行 台信银行 玉山银行 还有台北的富邦银行 其实对很多县市偏远乡镇来说 这都没有这四家银行 埔里就没有 所以我们大埔里地区有二十万名劳工 这不包含其他县市 就我们大埔里地区而已 我们希望说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美意 政府有这样的美意 是不是让它更方便 因为像农会 尤其是邮局 邮局可能在高山地区都有